国货是难淡难的绝不是花锡子 而是有78年历史的老国货厂牌活力28 这家连董事长都要亲自去厂房打包的老龄化企业 因为花锡子事变流量暴涨 但开通直播后没钱请主播 只有三个小老头轮番上阵 小老头们不会介绍产品也不会运营 就连最基本的页面操作都不会 期间还因为口无遮拦被封了三次 到最后干脆吓得闭嘴 手举印着提示标语的纸 让网友们自行下单 但是他们不会关直播镜像功能 所以字一直是反的 不好意思学其他主播叫宝宝们 开口就是孩们 想发个福带给网友 结果点错了给自己送了个热气球 弹幕刷屏提醒把赔富关了 三个人凑一起鼓到半天把美颜关了 被网友提醒后干脆自爆自弃 轮班坐在镜头前闲聊 靠百万事带货硬是把洗衣业卖出去25万单 有网友怕大叔们身体吃不消 劝他们换个年轻的波 但大叔却得意洋洋表示我就是最年轻的 门口那几个保安更老 有网友担心爆仓后出货慢导致退单 大叔又放话别担心我们后勤很强大 结果后勤就俩大妈 坐在乱糟糟的厂房里打包胳膊都快轮冒烟 逼得网友们不得不远程知道 原来当代网友不是不支持国货 只是他们的情怀都给了良心起研 活力28直播间三个小老头直播时手足无措 直播间没货了他们不会上家 网友见状一边帮忙打广告 一边刷屏安抚新进来的消费者 无奈叔叔们鼓刀了半天都不会挂链接 于是网友们就开始引导大家点进橱窗下单 在看到叔叔们不小心开通了晚发赔付后 网友们又急得不行 因为单量已经暴涨到了二十多万 一旦发晚了就会被强制赔钱 可破旧的车间里只有几个阿姨在忙活 肯定供应不上来 于是上万人的直播间齐心协力 一直刷屏教叔叔们怎么关 神通广大的网友甚至直接一个电话过去 远程教叔叔们怎么操作 但是最后活力28还是保留了运费险 因为叔叔说哪怕是9块94斤的席业 也要让顾客放心 其他国货品牌健壮也纷纷伸出援手 在直播间挂上了活力28的产品 红星尔克生怕网友们看不到 还专门摆了个70年老店的牌子 所以国货真的难吗 国货是很难 难的是那些因为没钱做营销 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的老店 难的是那些从未想过用情怀绑架消费者 爆火后第一反应是抱团取暖的良心企业